林云如4分之1决赛战胜鲁文菲卢斯WTT新乡冠军赛2023 林云如兵不屑任以3比0战胜鲁文菲卢斯挺进4强 林云如在国际比赛上曾经两次败给鲁文菲卢斯 所以赛前一般的估计是这场比赛的结果并不明朗 林云如的力量不足 观众担心打消球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林云如的发挥异常优异 轻松地站上了对手挺进了4强 整场比赛鲁文菲卢斯表现的状态不佳 失误偏多 自己发球失误丢了2分 三局比赛皆发球直接失误一共丢了5分 第一第二局各丢了2分 第三局丢了1分 第一局 林云如第一局打得积极主动 搓攻和连续进攻 最后的正手突击把握的十分恰当 对鲁文菲卢斯旋转球的理解也极为精准 林云如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 轻松拿下第一局 鲁文菲卢斯对林云如的快速突击 速度跟不上 造成了许多消球失误 很快以5比11败下阵来 第二局 鲁文菲卢斯开局连丢5分 战术组合不够明智 正手撩上旋球 质量不高 旋转不强 弧线不高 被林云如正手暴冲得分 鲁文菲卢斯反手长交消球 防不住林云如正手的快速进攻 这一局林云如打得十分的沉稳 张法有度 该快的快 该慢的慢 很快以11比4拿下第二局 第三局 鲁文菲卢斯的状态不佳 开局连丢2分 林云如反手揭发球抢攻的质量并不是很高 但是鲁文菲卢斯的回球还是失误 林云如打消球的技战术很成功 打得聪明伶俐 掉一板 搓一板 等鲁文菲卢斯正手撩球后 出现上旋球的机会球时 大力扣杀得分 打到中局后 鲁文菲卢斯有一些起色 一度把比分反超6比5 但可惜他没有能把这一种状态持续下去 中局阶段又得了2分 最终还是以7比11 输掉了最后一局 鲁文菲卢斯痛失了进入4强的机会 把林云如送进了半决赛 林云如打消球的制胜宝典回顾 1.发球中路直接得分 或挂中路球 然后快速突击两边得分 2.多发直线球得分 3.打得十分有耐心 前后调动消球首鲁文菲卢斯 看准机会暴冲 一击致命 4.等待鲁文菲卢斯正手撩球后 出现上选球时 以一代劳 迅速出手暴冲得分 效果极佳 鲁文菲卢斯失利的原因 1.鲁文菲卢斯的状态实在是不佳 发球和接发球直接失误 2.鲁文菲卢斯跟不上林云如中线和直线的突击 3.重复使用错误的战术组合 没有及时调整 鲁文菲卢斯不应该和林云如打上选球 尤其是正手撩的上选球 常常被林云如正手快速暴冲后 而消球失误 4.鲁文菲卢斯的体力不够充沛 许多球打得力不从心 下一场林云如和鲁文菲卢斯的交锋结果如何 你的预期是什么 喜欢什么视频 请留言 希望得到乒乓球世界独特深刻精细的解说评论 请订阅 欢迎打赏 订阅 点赞 评论 按小铃铛和转发分享 谢谢收看脏熬乒乓球俱乐部 请订阅 明天 请订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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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对 对